按照儿媳的说法 公公和张女士的感情并不好 那么离婚是否是公公的真实想法 公公又为何在病重之时提出离婚 为了子女能别破坏咱俩之间的感情 那父亲开始卧床 因为刚才我们听到 从五月底开始输液 一朝七月十三号 有提过离婚的事吗 提过 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怎么提的 从他开始闹 第一次他闹 就我爸就已经提出离婚 就已经找律师了 是什么时候提的 做完手术大概十多天吧 他就已经找律师了 女士我跟您核实一下 律师跟您父亲签 委托代理协议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十号 签了一个委托代理协议 对 跟律师的一个协议 还有一个起诉离婚的一个协议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的父亲 他的这种身体状况 在当时应该很不好了吧 这个录音是我爸当时那时的录音 这是什么时间录的 这就是十号 十号是吗 那也就是说通过这份录音 你现在要表明的是 父亲当时在十号 是一个意识完全清醒的人 绝对完全清醒 女士 这样 因为刚才您说到了 之前有个律师代理过您 这个父亲的诉讼 您方便把这个律师的电话 提供给我们栏目组 我们想跟他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可以 那您告诉我一下 非常 谢谢你